一定要有照片剪刮 将看病时会遇到的各种情况 融入情境剧中 故乡在大陆广西的兰丽媒 母亲是喜慎病友 对于患者的无助 特别能感同身受 我希望能用我们的真心 来去对待每一个病人 就像对待家人一样 北区医疗志工基础教育研习课 在板桥晋司堂举行 科务组将在医院里 需要注意的事项 以小短剧呈现 让大家加深印象 我们如果说早安 吃饭的 对 其实身体再柔软一点 声音再柔软一点 其实让病患就不会 来到医院是害怕的 就好像就会是很安心的 参与研习的 除了新发育的志工 也有许多是资深的 像松山区的蔡立青 已有多年医疗志工的服务经验 这次温故执行 每次的定点不会一样 然后你碰到的人事物也不会一样 所以每次都要把它当成第一次 都要再继续地学习 而在基隆则有一百多位学员 报名要当社区职工 我会觉得就是说 我们也可以从旁边做学习 慢慢地是不是就跟着这些 师兄师姐的脚步 然后随着上人来救我们这个地球 如何称职担任志工 资深的人传承经验 大家也必修研习 让服务的热忱更添专业 戴新闻知识美志工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